8月25日,亚运会网球女双决赛级列进行,中国队对阵台北队,中国队的徐一凡、杨昭轩组合是三位的二号种子,他们的对手是实力强劲的一号种子,中国台北的拉提沙沾沾沾浩勤组合,这两人是一对姐妹花。 奇迹,中国破中国台北两个赛点,六分钟连追四分夺管,央视,漂亮,中国组合6比2拿下了第一局,1比6输掉了第二局,关键的第三局上演抢十大战,中国队在5比3领先的情况下,被对手绝成了5比5,随后梁昭轩迷你破发,中国6比5再次超出,对手,目前结迹,6比6,交换场地。 杨昭轩组合的正快截击,中国7比6领先,但中国台北迅速扳平,戒内球,7比7,戏剧性的一幕开始上演,中国台北再次截击成功。 8比7反超,随后又抓住了徐亦凡发球的角度问齐,直接回球打的底脚接内得分。 9比7,比赛来到了冠军点,中国队被逼到了绝境,不可思议的是,中国姑娘就从此时开始上演,了长达6分钟的大逆转的压轴好戏,先是造成对手揭发球不过往。 8比9,台北还握有一个冠军点,结果双方打了超过10个回合的球后,中国队成功打在界内得分。 9比9,就这样,中国台北4分钟内,连续打丢了两个赛点,中国队在神岸边急急的生还,接下来的比赛,中国没给对手任何的机会,但又再出界送分。 中国是比9反超,中国第一次拿到了冠军点,随后中国队继续一蹴而就,祭拜了中国台北,最终拿到了冠军。 央视姐说同可心激动的高呼,有了漂亮漂亮,这是一场完美的逆转,两名中国姑娘倒地拥抱激情清楚,台北姐妹花则沉默素利,不敢相信这个奇迹的诞生。